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的课程中。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因为在这首歌里,唱歌的人他犯了不少的错误。 其实呢,这两位唱歌的是新西兰人,那么他所唱的是他们在学习法语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尴尬的情况,所犯的一些很多法语初学者都会犯的错误。 而他们犯的这个错误呢,又恰好和我们这个单元学到的限定词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呢,在今天这一节课里,我们不妨就通过这一首歌来看看全世界的法语学习者在初学的时候都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看看你是不是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呢。 而且呢,通过这一首歌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和法国息息相关的词汇。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先一起看一看这一首歌的MV,看看这两位新西兰歌手在学习法语的过程当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窘境呢。 你们在这首歌词中怎样的窘境吗? 呜? 我想找出一个窘境吧。 你够去找出一个窘境。 我马上太愉快了。 在这间楼上了。 这就是我的帕子。 啊,我悔你也學得看看。 饭 Travel! Num北極 啊啊哈啊 啊呀 啊啊 F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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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a Aïa Prom la mousse Ananas Ju d'orange Bulf Soup de jour Camembert Jacousto Baguette Bonjour Bonjour mon petit pirou de chien Ça va Voilà la conversation dans le parc Où il est libre Et la musique danse Et les discothèques ZZ Bébé 1,2,1,2 track F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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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a F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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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a Où est la pis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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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ri Fo F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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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来这句话其实带了比较浓的英语国家的一个口音了 正确的说法呢应该是 所以他犯的错误在哪里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非常有法国特色的一种点心 它呢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为了避免大家在之后呢会犯错误 这里可以跟着老师读三遍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法式牛角面包 也有叫羊角面包的 总之呢就是像一个新月一样弯起来的这种 非常酥软的一种点心 在台湾那边呢好像把它翻译成可颂 就是croissant的英语 可颂羊角面包 我们在这里认识一下 croissant 这里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非常实用的法语句子 那就是 我们已经认识了 那 指的是 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用在你点餐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想要什么什么 比如 我要来一个羊角面包 或者呢 je voudrais une baguette 这个词在之后也会出现 可以说是和croissant齐名的 法国最著名的一种面包 法棍 那法棍呢 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une baguette une baguette je voudrais une baguette 我想要一根法棍 还有呢 想留女老师特别爱喝咖啡 那我就可以说 je voudrais un café 我要来一杯咖啡 je voudrais un café 或者呢 je voudrais un café au lait 我要来一杯au lait咖啡 学过语音课的同学啊 一定对café au lait这个词非常的有印象 好 再跟着我读两遍 je voudrais 我想要什么什么 je voudrais un croissant je voudrais une baguette je voudrais un café 嗯 这个句子呢 我们就学到了 那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coissant是阳性的名词 那接下来他又说了一句什么呢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初学法语必须会的句子 je suis enchanté je suis enchanté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说 我很高兴见到你 很荣幸可以认识你 enchanté 是一个形容词 指的是非常高兴的 那je suis enchanté 就可以表达 nice to meet you 非常高兴见到你 那有时候呢 也会把je suis给省掉 直接说 enchanté enchanté 这个词呢 其实在我们的语音课里 也有出现过 不过在今天 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掌握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 也有阴阳性的区别 阳性的形式就是 我们黑板上的这种 enchanté 以带axon的字母 e结尾的 那如果是阴性的形式呢 应该是再加上一个e enchanté 读音上是一样的 不过多加了一个字母 所以呢 虽然我们说出口的 都是enchanté je suis enchanté 但是作为一个男生 和作为一个女生 你所说的enchanté 其实词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生 那么我就说 je suis enchanté 而如果我是一个女生呢 应该说 je suis enchanté 这里的区别 大家可以了解到吗 这可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哦 enchanté je suis enchanté 那这里呢 这一位歌手 倒是没有犯错误 因为他是一位男生嘛 所以用的是阳性的形式 je suis enchanté 好 接下来他又问了 Where est la bibliothèque 又犯错误了 雷老师要给他一个大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bibliothèque呢 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Where est la bibliothèque Where est la bibliothèque Bibliothèque就是 这个句子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啦 就是问图书馆在哪里 哎 不要小看这个句子啊 它非常的实用 如果你以后要去法国留学呢 可以说这是一个必备的句式啦 Where est la bibliothèque 图书馆在哪里呢 下面一句 Voilà mon passeport Voilà mon passeport 这里是不是用到了 我们刚学过的 主有形容词 mon passeport 那么可见 passport应该是一个阳性的名词咯 护照 passport Voilà mon passeport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相当于 This is my passport 这是我的护照 当然啦 你说 c'est mon passeport 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的护照 但是Voilà这个词呢 显得更加地地道一些 因为Voilà这个词呢 它可以直接指 乔这就是 那就是 Voilà mon passeport 乔啊 这就是我的护照啊 是在日常对话当中 非常地道的一种说法 Voilà mon passeport 那同学们可能也经常 在课程的最后 听到老师说 Voilà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就是这样啦 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这些 Voilà 这就是 好 大家可以再跟我念一下这句话 Voilà mon passeport Voilà mon passeport 看 这是我的护照 Voilà bon et puis 啊 Gérard de Bardieu 从后面走过一个人 在一闪而过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大鼻子呢 于是他说了 啊 Gérard de Bardieu 他说的呢 是法国的一位 应该说是前法国的一位 国宝级的演员 大家就有没有听过 大鼻子情圣这一部电影呢 就是Gérard de Bardieu演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 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的眼熟呢 因为他是一位很多产的演员 在一生当中呢 演了很多的作品 所以呢 也是为全世界人 所熟知的一位法国演员 那比如说大鼻子情圣 还有基督山伯爵 都是他的很经典的作品 所以呢 Gérard de Bardieu这个名字 在一段时间里面啊 可以说是能代表法国 代表法国人的 不过呢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 他是前法国国宝级演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这一位在很多人眼里 可以代表法国的艺人 却选择了更改自己的国籍 加入了俄罗斯籍 其中的原因呢 和法国的一个非常高的征税有关 所以呢 现在我们也只能遗憾的说 他是前法国国宝级的演员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这位多产的艺人 确实是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所以我们也要记住这个名字 Gérard de Bardieu 大鼻子情圣 嗯 接下来呢 这位歌手 他又拿出了一根 Baguette 不过他说的是 un baguette 那我们刚才也学到了 Baguette 应该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une baguette in baguette 嗯 这就是这一首歌的第一段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歌手主要犯的错误呢 都是在贯词的使用上 而这个贯词之所以会用错呢 就是因为名词的阴阳性 他没有搞清楚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 是另外一位歌手唱的 et maintenant le voyage à la supermarché 哎呀 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又犯错误了 为什么呢 因为supermarché这个词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那正确的说法呢 应该是 et maintenant le voyage au supermarché au supermarché 诶 这里的u是什么呢 这个啊 叫做缩合冠词 这是我们在之后 要学习的内容 那在这儿呢 正好可以通过这首歌 先来认识一下 什么叫缩合冠词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像这里 当借词a 碰上冠词le的时候 它们两个要缩合在一起 变成u 所以呢 我们不说 je vais à la supermarché 而会说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这个呢 就是缩合冠词 其中的一种情况了 我们可以先把这一点记住 那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可以等到正式学习 缩合冠词这个点的时候 一起来记忆 那这边的这一点 大家记住了吗 借词a 碰到冠词le 注意是阳性单数的 这个定冠词le 它们就会缩合成u 那最经典的一个例词 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之前学到过的 au les café café ou les 这里的u 就是缩合冠词了 原本呢 应该是 café à le les 里面加了牛奶的咖啡 那a和le 缩合以后 就变成了u café ou les 通过这一点 大家应该记住了吧 a加le等于u 这个缩合冠词 所以这里呢 他说的是 et maintenant le voyage au supermarché 我们现在去超市玩一玩吧 maintenant 一个时间状语 就相当于now 现在 这个词大家也可以提前记一下的 maintenant et maintenant le voyage au supermarché 现在我们去超市里玩玩吧 那超市里有什么东西呢 有le pamplemousse 西右 还有呢 ananas 这个词我们已经认识了 菠萝 它最后的这个s 可以发音 也可以不发音的 记得吗 ananas ananas et jus d'orange 橙汁 jus d'orange jus指的是果汁 那是什么东西的果汁呢 d'orange 就是我们学到的 表示从属关系的这词de 和orange 橙子 缩合在一起 d'orange jus d'orange 所以我们注意了 解词de和后面的原音 或哑音二十打头的词 也是需要省音的 jus d'orange 嗯 那如果是菠萝汁呢 jus d'orange 苹果汁呢 jus d'orange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不过呢 雷老师还是比较爱喝橙汁了 jus d'orange 橙汁 ap 还有boeuf 牛肉 boeuf 还有soup d'orange 叫做每日立汤 在法国的一些餐馆里呢 每一天 他可能提供的立汤都是不一样的 那他就会在门口的小黑板上 写上soup d'orange 冒号什么什么 就是说 今日提供的立汤是什么什么 而随着法餐 法国餐馆的一些流行呢 soup d'orange 和这个词 也渐渐的进入到了英语里面 不过我们要注意了 法语当中的soup 最后是有一个e的 和英语当中的soup 不一样 而且在发音上呢 法语里的soup 乌的音 也是非常固定的 这是一点小小的区别 soup d'orange 每日的立汤 接下来的一个呢 le gamembert 卡门贝尔奶酪 这可是法国奶酪当中的翘楚了 le gamembert 卡门贝尔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我们的频道当中搜一搜 卡门贝尔奶酪究竟是怎么样的 它为什么如此的出名呢 那说到了gamembert 我要问大家了 法语里的奶酪怎么说呢 奶酪叫做fromage fromage 它也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le fromage 奶酪 接下来又出现了jacques Gousteau jacques Gousteau 是法国的一位海军军官 那同时呢 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生态学家 或者说是一位电影制片人摄影家 嗯 他的职业啊真的非常的多 那总之呢 他是一生都热衷于研究海洋生物 还为此呢 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叫做寂静的世界 这部纪录片曾经在甘纳电影节的时候上映 获得了金棕旅奖 可以说jacques Gousteau 也是一位很能代表法国的传奇性的人物了 jacques Gousteau AP Baguette又出现了 merie 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同学啊 可能认识mer这个词 表示的是但是 那什么叫但是是 merie 其实呢 mer在这里表示的并不是转折的意思 而是用于加强语气 merie就比单纯的we 是要更强一些了 就是这样的呀 是的呀 我们可能在和一些法国朋友聊天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merie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记住 mer在这里加强语气的一个用法 mer oui 可以说是很多法国人的口头禅了 那走出了超市呢 他们又来到了公园里和一位非常漂亮的法国女士 在交谈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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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sieur bonjour mon petit bureau de change 这里也非常的有意思 bureau de change 指的是货币兑换处 我们如果来到法国的机场啊 就会看到很多的bureau de change bureau 可以指办公室 那在这里呢 指的是那种办事的小窗口 de change change 兑换 更换 那bureau de change 就是一个兑换货币的地方 你如果从别的国家到了法国呢 需要把你手上的钱啊 需要把我们的人民币换成欧元 那就要去这个bureau de change 那我估计这位歌手呢 是正好学到了这个词 就用来跟女孩子调情了 bonjour mon petit bureau de change 看起来很像这么回事 其实说的呢 是毫无意义的一句话 你好啊 我的小货币兑换处 好 接下来出现了很经典的台词哦 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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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来了 这一句话呢 确实是法国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常用的一个寒暄的对话 你好吗 好啊 你好吗 好啊 sava sava 也在这首歌当中出现了 我们也正好可以复习一下 那看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已经基本上了解到这一首歌的节奏了 就是两个初学法语的新西兰人来到了法国 用自己憋脚的法语和别人交流 闹出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笑话 那这首歌呢 后面还有一部分 基本上也是和前面一样的节奏 我们在课上呢 就不完整的来解读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课后去频道里看这一首歌的完整解析 在这里呢 老师把频道文章的链接给大家 那通过我们今天对这首歌上半部分的解析呢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在法语当中阴阳性 惯词的使用他们的重要性呢 如果这一点没有学好 就会像他们两个一样经常的犯错误哦 所以在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把他们犯过的这些错误啊 再拿出来我们自己复习一下 以后我们不要犯 比如说有一些很有法国特色的 一些代表法国元素的名词 他们的阴阳性一定要记好咯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 等等这一些词的阴阳性呢 都要记住哦 那同时呢 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句型 比如说你在点餐或者买东西的时候 可以说 我想要什么什么 我想来一杯咖啡 初见别人的时候呢 可以说 我们学到这里 就需要注意到它的阴阳性变化了 还有一句非常地道的 这里的不表达转折 而是表示一种语气的加强 最后一个 这是我的护照 Voilà 同时呢 我们也顺便复习到了 如何问一个东西 它所处的方位 Où est什么什么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Où est le supermarché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Et voilà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 通过这首非常有趣的法语歌曲呢 我们一来要认识到阴阳性和冠词使用的重要性 二来呢 也学习到了一些很地道的 有法国特色的名词或者句式 当然啦 还是像Leonine老师之前说的一样 拓展部分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来进行记忆 我们最重要的需要掌握的呢 还是课本当中的一些知识